给老挝老丈人丈母娘买衣服是什么体验 事情是这么回事 前阵子带上我老挝媳妇一起去万象了解回国的事情 了解到今年带媳妇回家过年是回不成了 然后又去了泰国旅游回来 也有半个多月没有回丈母娘家了 正好今天丈母娘也来城里办事买东西 让我们过去接她一起回去 弟弟要杀鸭子给我们吃吗 这么好啊 我还不喜欢拉割薄的 OK 哈啰大人 那现在冷不冷吗 有一点冷了 晚上很冷 丈母娘现在还在银行有点事 正好天气冷了 带阿拉去买点衣服送给丈母娘一家 嗯 也對我們那邊 不然是射爐 對 我說是射爐 好 但是我會有多遠的 正在這裡 這裡也會有多遠的 但是我以為有多遠的 像中間主要寫 這邊是7 線 但我們會有多遠的 那不是我需要多遠的 我會很會說 我不是有多遠的 我只會有很多錢 所以我們在這裡 要多遠一點 現在我們都是主要的 我們現在會有多遠的 卡 我真的想在心裡 你真的要憂慮? 你真的要憂慮? 你真的要憂慮了 我真的要憂慮了 我可以去 我去 你去海洋嗎? 我去海洋 你真的要憂慮? 你真的要憂慮? 妈妈,多少云里呢? 啊,不必然,可是空会呢? 那一件? 塞了不老,塞得了一笔 我媳妇一直觉得买衣服,买便宜的能穿就行 而且买这么贵的,她自己都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你问一下她,你问一下她,那个棉衣在哪里 嗯 她的 多少钱? 那可以 买一件给爸爸,买一件给妈妈 买一件给弟弟 这个,就这个,要小一点,你爸爸穿不了 便宜一点,这个没对的 没事,就这个 那给妈妈买这个 这个买了可以穿很久 这个买了可以穿好几年了 没有,我还不穿得到,我现在买了三十百万 或者三十万,然后买了 然后买了,买了买了 那你又不要跟她说价格了 反正这个穿得舒服 这个爸爸的,这个弟弟的 还有这个给妈妈吗 啊 怎么了 怎么了 我们吃铁了,快给你吃铁了 你弟弟女朋友在家吗 买一件给她吧 买一件给她吧 买送一件给她吧 还是女孩子细心呢 又给爸妈选了两个 穿袜子 妈妈,事情已经弄好了吗 嗯,好了 那就接她了 不回了 面又晒了 那又大了附近了 白海了又大了附近了 嗯 嗯 这那里面是什么 那里面是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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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给她驚喜是吧 嗯 好 好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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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坐到我这个位置了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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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这边 嗯 都到了 要走了 嗯 后面也有东西 你要多少钱 什么这个钱 蛤 叔叔你送他要多少钱 送他 不要钱 不要钱就要不要钱 这丈母娘家旁边的邻居 送小孩去城里看病了 坐我们的车一起回来 还问我多少钱 这也太淳朴老实了吧 回来就看到小舅子和他女朋友 在做饭吃 还杀了一只鸭 自从我来到丈母娘家以后 原本后面一栅栏的鸡鸭 被杀的只剩一只鸡一只鸭了 这个鸭鸭等下生吃 来 拌这个生 嗯 鸭鸭半鸭杂 太贵了 你买衣服 买这个粘刀 买把粘刀三万 这是三十盘罗片 三十盘罗片 三十盘罗片 不能吃得西盘 三十盘罗片 煮菜 真的 温wer 你别说 叫鸡鸭 吃饭的时候得知小舅子 过几天要去当和尚去了 你弟弟什么时候去当和尚 又帮忙让我 还五六天 得知小舅子过五六天要去当和尚了 一家人都在开玩笑逗小舅子 我跟丈母娘说快过中国新年了 我过两天买只猪杀了请全村的亲戚朋友吃饭 我可以了 来 我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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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切片 她们会让她吃完 我不是要可以挑个看 这儿给妈妈了吗 拿给你 你自己跟 刚好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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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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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妈妈想要给你 我妈妈做的 我是妈妈 好的 你也不知道 你只能看到 你只是在这里 我还不会买到 我只能把你吃 我会觉得 我会买得 你会买得 我会买得 我会买得 你还要买得 你也要买得 我买得 你不买得 你不买得 你不能买 买得 你会买得 我买得 你不买得 我买得 哇欸 好益 workers 有傻瓜 我不能吃 看你塞得来冰了 嗯 塞得来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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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拿衣服给他们后就直接说了价格 但老丈人丈母娘还是很开心的 说到衣服老丈人还跟我说 十多万的衣服对他们来说 就已经算是很贵的了 六十多万的衣服还是第一次穿 好了 今天的老挝生活就拍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关注评论 我们下期见